歷史為盡 以古建築 社團天下新鮮事 齊有此旅開講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呂杰 歡迎收看今天的齊有此旅 換個角度來講道理 去年呢 俄武戰爭爆發之後 其實一爆發剛開始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這航戰爭 大概頂多就是三五天就結束了 但是誰都想不到 這航戰爭打到現在已經打了一年多了 很長的一段時間 台灣所有的政論節目 談話性節目都在談論俄武戰爭 但是近半年來 感覺俄武戰爭它就這樣子了 反正就是將在那裡 兩雙方向跳Tango一下 向跳Tango一樣 一下子收復這裡 一下子俄軍又要了回來 那到底俄武戰爭發生了什麼事情 而這兩天 最震撼全世界的新聞 就是瓦格納雄兵團叛變了 而這個叛變到米平 前前後後不到36個小時的時間 一度傳聞瓦格納雄兵團 帶著軍隊要直指莫斯科 但是好像突然又談好了 又沒有要政變了 普丁也撤銷了對於瓦格納雄兵團 所謂叛國的罪名 那普利格金到底心儀在想什麼呢 白俄羅斯的總統介入調停 那到底最後的贏家會是誰 這場戰爭到底要到哪一天才會結束 那既然講到軍事 我們就講 我們一定要找到一個專業的人士來聊 這個人他一路都是永遠的第一名 那官拜將軍最近退役了 我們請到今天的張將軍 張延庭將軍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將軍 我們再次很想了解 以前看電影常會看到僱傭兵 我自己有個朋友他是漁民 然後他們如果要經過索馬利亞海域 他們也會聘請僱傭兵來保護 那瓦格納雄兵團到底是怎麼樣的組織 瓦格納雄兵團大概出 他的裡面他現在兩萬五千人 瓦格納雄兵在尖峰的時候在五萬人 現在因為有人戰損 另外也有人他掛冠球去了 差不多達到目的了他離開解約 他這樣他兩個他裡面有兩個組成 第一個是退伍的後備軍人 那退伍後備軍人這些退伍的後備軍人 俄羅斯退伍後備軍人 他之前講瓦格納的這個兵團 那他這些打過車程戰爭 打過有的還有部分打過敘利亞戰爭 可是他們打車程那一場打得也不漂亮 但是他最重要是 最後是贏了嘛 對 但是他問題是他有作戰經驗 有戰場經驗 整個戰場的狀況 那種感受還有那種該怎麼樣的事生存 他非常了解 第二個是重刑犯 那重刑犯的話按照俄羅斯的法律 他可以經過二刑犯 然後跟這個瓦格納軍人簽約 他可以當部隊當作服務 所以重刑犯 殺人犯還有這些搶劫犯 甚至還偷竊犯 那我願意簽約 簽約完半年之後 我就自由自身了 就這些重刑犯 對 重刑犯我就自由自身了 又有錢拿 那很好啊 我就去加入 死了死了有撫恤金 而且不是常常在打仗 對 又是大概是這樣 所以加起來的話這兩個你看看 第一個有戰場經驗的人 對烏克蘭的這些軍隊 是沒有戰場經驗的 瓦格納的傭兵 他是佔的優勢 第二個 這些重刑犯不怕死 殺人不眨眼 現在剛好玩這個生存遊戲 是真的生存遊戲 殺人又不眨眼 那我參加這個瓦格納 又有錢拿 死了有撫恤 那就還加入了 兩股人 一個是不怕死 一個是蠻喜歡玩這種生存遊戲的 而且是直接實體了 以前在電視上可能是 是一種虛擬的 現在實體直接生存遊戲 所以這兩股人加入的瓦格納 所以瓦格納你看他在 馬里烏波爾 亞素鋼鐵場 他也打了一個 也算是 就馬利波嘛 就馬利波 對 馬利波也打了亞素鋼鐵場 是 這個瓦格納的傭兵 也在裡面發揮很大的戰果 是 那現在的話我們就在巴赫姆特 俄羅斯九宮不下 巴赫姆特是2022年的 8月就開始攻擊了 10月的時候開始火力發揚 但是到今年2月瓦格納接手 到5月拿下來 是 是這個樣子 瓦格納換句話說蠻兇斬 瓦格納不接受投降的 投降我怎麼照顧你啊 第二個你背後萬一通我一道怎麼辦 我怎麼照顧這些戰俘 他們不收戰俘 他是認為你這個是假降 炸降 通通就力將決 所以烏克蘭對他那只有拼死了 所以我們看烏克蘭為什麼也不怕死 因為投降也是死 戰死也是死 那我戰死 就伸頭也是一刀 縮頭也是一刀 那就勇往直前了 如果跪著沒有用 我們就挺直腰板吧 就對就跟他拼了 所以你看烏克蘭為什麼能打仗 就只要碰到瓦格納 那就拼一死了 所以說實在話 因為我們說當然台灣我們所接收到的 有關於俄烏戰爭的訊息 基本上我們必須得成種比較片面 通常都是屬於烏克蘭陣營跟所謂的 歐美國家所做出來的報導 那如果我們以這個報導來講 其實基本上這場戰爭俄羅斯打得並不好 那如果俄羅斯的主力部隊是瓦格納傭兵團 那瓦格納傭兵團真的有這麼強的戰鬥力嗎 瓦格納就兩萬五千人 戰鬥力是有限的 但是他的戰果是不錯的 那今天俄羅斯我認為他的指揮調度錯誤 今天的戰略指導 本來是要打四天拿下烏克蘭 那是因為想要複製2014年克里米亞戰爭 克里米亞戰爭整個烏克蘭的軍隊 死了109個就通通投降了 因為一開始普丁他的劇本應該是 我就是鋼鐵洪流大軍押進 然後三天推進到西服 那這個責任司機大概就會跑掉 如果沒有跑掉抓起來聲勤 那不管是槍決還是流放還是軟禁 然後再扶持一個傀儡政權 然後聽我的 然後我們就繼續這樣子玩 但是劇情完全不照普丁的想法也 這就是他的這些國防部的 這些政略還有作戰構想的高層 跟普丁建議 認為可以吹枯拉朽 輕易得正 其實大部分都這樣想啊 對 就是這樣 結果不是 不是打起來之後整個仇混就迅速累積 就變成了作戰的東西要一步做二不休 要發揮最大的活力 結果沒有 你看那個貪吃蛇那個車隊 6000多部你看看 停滯在那邊 有織重 有裝甲 有機甲 有騰客 上一個使用一致長蛇症的是 1800年前的劉備 就這樣掛的啊 對 怎麼會這個樣子呢 他整個的這個戰略的展開是有問題的 一步做二不休 然後呢 迅雷不及眼耳 獅子撲吐 對 要這個樣子 要有最大的力量直接下去 讓那個對手毫無招架之力 結果沒有 逐步投入 投入覺得基輔拿不下之後呢 又整個撤離 往烏冬這邊 往頓巴斯 就盧干士哥跟頓內齒哥 調兵 你這樣子的話 你看整個戰略錯誤了嘛 你當初為什麼要從白俄羅斯 職工基輔 拿下他的首都 結果沒有 吃了一半之後 感覺到不對勁 然後這19萬的俄羅斯的軍隊 處處設防 你這樣處處貝多利分 沒有 我們講到的 一股作氣再而摔 那就變成三二截 變成這個狀況 所以俄羅斯的整個的戰略的規劃 還有後勤補給 還有它的這個運輸線 交通線 還有生命線 整個展開 都是有問題的 怎麼會打成打仗打這個樣子 它是一流的軍事強國 可是我們就以這個角度來看 俄羅斯 當然你說一股作氣 第一次沒有成功 你後面改變戰術繼續打 一樣啊 也沒取得什麼多大 或者是決定戰場勝敗的戰果 對 沒有 所以俄羅斯的軍隊真的不能打了嗎 俄羅斯另外一個 俄羅斯的情報不對 它的情報 今天它 西方國家 不管是德國 英國 法國 還有波蘭給它這些武器裝備 通通到利沃夫 它可以做三個層次的主角 運送到戰場 第一個在利沃夫 它從波蘭進來到利沃夫 利沃夫完畢之後透過公路運輸 在利沃夫做摧毀 情報如果夠的話 因為我們知道嘛 烏克蘭4200萬人 800萬是俄羅斯人 他俄羅斯人 他那麼多的這個眼線 可以幫他做情報提供 當然可以嘛 他有沒有去運用這些 沒有充分運用嘛 什麼時候到利沃夫 多少坦克 多少防空飛彈 多少吃針飛彈 多少 我就晚上我就做摧毀 它有遠程巡運飛彈 有高空發射的這種空射 連閉手都拿出來用嗎 就可以了 摧毀 這個沒有摧毀沒有關係 這第一道摧毀 第二道摧毀它要往前運 我們知道烏克蘭 東西是900公里 南北的話是650公里 換句話說 他要由西往東送 因為戰場在烏東 送的話 我們知道這種交通線很簡單嘛 你不是 鐵運就是陸運嘛 鐵路運輸或路上運輸 很簡單 沒有空運 那這樣 就中途做狙殺 做攔截 就很可以 做摧毀嘛 好 你這個第二道你也沒有去做 第三道的話你叫前運 都會到屯竹站 到屯竹站之後 我要準備要發送到前線去了 這些囤儲點呢 我們知道有前進囤儲 戰場囤儲在那個地方 就摧毀了嘛 因為這個時候 又開始要到前線 火線發現戰力了 沒有摧毀 到火線摧毀 你怎麼前面三道沒摧毀 變成火線摧毀 你囤儲沒有摧毀 交通線沒有摧毀 這個集散地沒有摧毀 變成火線摧毀 這樣他已經開始花費火力了 對你發揚造成你的戰損很大 所以俄羅斯我們可以看 打仗我們知道 打仗打運輸線打生命線 我們斷後斷緣嘛 你前面就變成 烏克蘭的軍隊就會火力不濟 彈尽圓絕 你這個時候剛好就可以把他做前面 結果你這三個攔截點 怎麼都攔截 你這時候戰場火線摧毀 這我們講會不會能四倍功半 因為你知道像我 有時候像我自己 我自己教歷史嘛 對 然後有時候開直播跟網友在聊到 因為很多網友對於將軍的定義 就是武力高強有沒有 動不動戰場上單挑一季頭 我說你腦子有問題 我帶了八萬大軍 我跟你單挑我瘋了嗎 我說上等將軍 二等將軍跟下等將軍 下等將軍才講勇武 上等將軍講的是補給 然後再來的將軍講的才是戰略 所以你補給 一開始你的補給線就被摧毀了 對 俄羅斯沒有這個sense嗎 他應該這樣來做 可是我們看到是他沒有這個sense 對 以前的將軍像關羽 關羽林常 過五官戰六將 武功高強 這個勇冠三軍 就是這樣子 義父當官萬夫莫離 但是現在的將軍要講究戰略 講究思考思維 要強調大戰略 有沒有盟國戰略 或者是再來是國家戰略 再來是軍事戰略 最後面才有戰場的野戰戰略 你要有這個層次 你今天將軍就是輔國之大臣嗎 因為我們剛才在講到就是 烏克蘭東西900公里 對 南北600公里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俄羅斯這一次 他並沒有拿到一個 非常確切安全可補給的根據地 對 這個應該要講 因為你看我們說中日 中日八年抗戰的時候 對 日本人的戰術其實是要由北往南打 所以他先拿下滿洲嘛 滿洲拿下來之後 他們說 這邊穩了嘛 而且滿洲物產風龍嘛 礦產也很多嘛 他想由北往南打嘛 對 可是老講那時候戰術什麼 我硬逼著你 我開闢另外一個戰場 從上海那邊 對 然後這個松復會戰 然後我把你的戰場 從由北往南逐步建立起 你的補給線的戰術 變成由東往西拉嘛 對 然後增加敵人攻擊的作戰的眾生嘛 對 所以我記得 剛才您這還是 還是東條元機講過嘛 走了八年了 打了八年了 他還叫中國嘛 OK 那一樣的道理啊 那難道普丁 他沒有考慮到這個嗎 因為據我們現在看到 很多報導 他的國防部部長 基本上沒什麼作用 然後他的參謀總長似乎好像 也沒有一些卓越的戰術戰略 或者是大戰略啊 這就是普里格軍他這一次兵艦 我們叫秦王嘛 對不對 要清軍策啊 就這樣 因為邵一谷國防部長 當了11年 是 他從2012年 現在是2023年 當了11年國防部長 那邵一谷沒有讀過軍校 也沒讀過參謀大學 也沒讀過戰爭學院 那真的是文人部長啊 沒有 他是水泥工出身的嘛 他專科學校都讀水泥嘛 搞建築啊 隔房如隔山 他沒讀過軍校當國防部長 因為他是寡頭 寡頭有錢 普廷要選舉 那邵一谷我出錢嘛 出錢之後你當了總統之後 那是不是拉巴我當國防部長 我是追著值得你信賴 國防部長長軍權交給你 那問題是邵一谷 他沒有軍事背景嘛 你看所有的共產國家 俄羅斯是共產國家 所有共產國家 全世界共產國家 全部是軍人出身 當國防部長 中國大陸 北韓 槍桿子出政權啊 對 槍桿子出政權 古巴 越南 你看哪個國防部長不是 但是你今天俄羅斯 為什麼用一個水泥工出身的 當國防部長 有沒有戰功 沒有 有沒有軍事素養 沒有 有沒有這個戰略指揮能力 沒有 你就當國防 所以今天為什麼 邵一谷 今天人家就要秦王 就要把它弄掉 今天普里格軍 為什麼就是 真正的就是邵一谷 就是這很清楚的 因為邵一谷 他一當當十一年 結果打仗打得荒腔走板 而且又得罪了 我們講的瓦格納 瓦格納他有三個 第一個 我需要你火力支援我 火力支援我 今天火力支援我 我掌的目標方位 目標方位角 經緯度告訴你 你現在打的是東化國中 結果我的部隊在收購百貨 結果你打到我收購百貨了 我跟你講你的火力 是東化國中 我今天瓦格納 我死的人是冤死了 對不對 因為重炮 因為這些瓦格納 打的是城鎮戰 巷戰 近戰 很厲害 它是火箭筒 槍 榴彈 還有衝鋒槍 它很厲害的 但是它沒有重武器 你說瓦格納有沒有重炮 沒有 有沒有巡运飛彈 沒有 有沒有戰機大炮 沒有 全部靠火力支援 我把目標方位角告訴你 火力把他轟掉 轟掉我就上了 是這個樣子 那今天就轟到自己 第二個 我需要的補金 你沒給我 我補金沒有給 都沒給我 第三個 你不能打仗 結果我打了仗 結果你拿勳章我沒有 我們知道人 這一輩子就為兩件事 所有的人都是為了 第一個為了這個權 一個錢 你就是為了權跟錢 你要的是哪一個 結果今天普里格軍沒有錢 你今天要給他們加賞 加錢 我今天打了 今天打了騰克 今天打了飛機 或者打了你要給他們錢 結果你沒有 你沒有給多少 第二個 你沒有給普里格金升官 普里格金62歲 你今天升官的拿勳章 你給他一個紅場勳章 還有列寧勳章 給那個瓦格納的指揮頭子 就安撫了 人就是為了一個謎 一個利 你明媚給他 立媚給他 通常給邵逸谷 邵逸谷沒有當過軍人 就當部長了 你今天他服不服 他不服了嘛 不服就秦王 不秦王就清軍策 其實普丁沒有看過一本書 今天呂大師 你是學歷史專家的 韓非不是 韓非有沒有 然後講到了 韓非就在那個書裡面 講到的就是法術士 以法治國嘛 宗法派 宗宿派 宗士派 對 法術士嘛 是要趁事而為啊 術的話你要 循王統御之術 對 統御之術 他沒有看 他看了就知道 原來你普里格金要了名利 我都知道 我給你一個紅場勳章 我給你克里姆林宮勳章給你 他得到了 我們比方 他得到了類似中華民國的 清天白日勳章 夠了吧 這就表示你效忠 他這個超廣散戰 在戰場上勇往直前 帶了他們 好 其他的人 有打坦克的 有打烏克蘭的這個無人機 你打下五架 通通都按照這個量來 論功欣賞 錢給你 勳章給你 累到五個 給你個勳章 給你個獎章 那這樣就不一樣 沒有 因為你是傭兵 你不是編制內 你是屬於這個 不算正規軍 不是 因為你是殺人犯 還有一個退伍軍人 你注意看 瓦克蘭旁邊的人都白鬍子都白了 我看他也60歲了 為什麼 他退伍軍人 反正我老命一條 我一個月的話 現在月薪是12萬 對啊 12萬在俄羅斯 很大人 然後我如果不像走了 國家給我福氣金600萬 那相當於台灣如果這種生活水平 就是給你2000萬 也很多啦 那我66 我老命一條 我在家也沒了 我反而來拼 可是這樣說我一個問題 是搞不懂的 你說國防部部長邵一股不懂 那參謀總長總該懂吧 我跟你講軍人啊 他軍人的指揮者 領導者就是天花板 官大學問大 在任何國家都 不是不是不是 因為你知道 我們所有一個正常國家來講 國防部部長其實是文官 參謀總長才是五官嘛 真的會打仗的是參謀總長 也是一樣 你說我們說在美國 我記得應該是歐巴馬時代 記得我那時候 國防部部長叫蓋茲先生 他是不會打仗的 會打仗的是參謀總長鮑威爾將軍嘛 對 他才是有五職在身嘛 對 那你說國防部部長不懂 你參謀總長總該懂吧 參謀總長你的弟兄 就這樣子站在那邊 白白犧牲 就像絞肉機焚化爐一樣 一條一條寶貴的生命 就這樣消失 對 不然你也要跟總統說一下 總的你不能這樣處理嘛 對 這個 這個蕭一股是國防部長 他的參謀總長 也要聽部長的 在我們民主國家 你注意看 美國的這些 剛才你講到的 那個美國國防部長 美國的國防部長 如果是軍人出身 要退伍要超過七年 這規定 沒有超過七年要通過 參議院通過 是 參議院特許通過 美國是文官至上體制 對 文官至上 這樣的話沒有包袱 超然 來統一這些武軍 包含陸海空 海軍亂隊 還有太空軍 美國有武軍 是這個樣 這是民主國家 共產國家又不一樣了 共產國家今天國防部長 比參謀總長大 關大一級壓死人 歷史上面太多了 對 你非常瞭解 好 那他今天這樣子 那今天蕭伊谷他的想法 大家都要按照他揣摩上意 你要知道軍隊也是一個報喜不報憂 認為他戰果很豐富 會敗為勝 對 你戰果很豐富 怎麼會打到一年半 2022年的2月24號 打到現在 我小時候是看這種電影 我都覺得很奇怪 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們小時候 我是69年次的 對 年輕 大概我讀國小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就是 蔣經國掛了 對 然後台灣好像覺得 哇 偽人崩除 對 所以那個時候 學校都會放愛國電影給我們看 梅花啦 剪橋 英烈傳啦 電視變黑白 英烈千秋 彩色變黑白 沒有 那是 那是小蔣剛掛的時候 但是之後我們那個 有時候那個什麼 視聽中心都會放那種電影給我們看 我小時候在看那種電影 我都覺得很奇怪 因為以前中影拍的那種抗戰電影 都把日本人演得跟白痴一樣 那時候在看電影 那國小時候在看電影 如果日本人跟白痴一樣 你還跟他打八年 該看醫生的是你呢 那現在俄羅斯戰場就遇到問題 你都跟我們講 我們戰國豐碩嘛 對 但是搞了一年啊 對 馬力波一樣在馬力波 盾內斯克一樣是盾內斯克 然後戰線一樣就是在那一條 往前30公里 往後30公里 然後就在那邊晃來晃去 你說俄羅斯的人民沒有感覺嗎 普丁沒有感覺嗎 那這場戰爭到底在拖什麼 然後瓦格納用兵團 他這一次到底是兵艦 還是錢談不攏 還是走走過場 下下普丁爭取更好的福利跟條件 這一次普利格軍就是賣賣了 就是不爽 不玩了 不爽 不爽今天就 他就玩大的 所以事實上對普丁來講 他是最大的輸家 對不對 你看看你下面 你的鐵桿 也跟你翻臉了 那你是怎麼樣 你現在要不要把邵一谷拔掉 換掉 拔掉也不是 你拔掉的話 變成受了普利格軍的影響 你不拔掉 的確 就跟剛才呂大尼所提到的 打仗打成荒槍走板 對啊 對 你打成這個樣子 損兵折將 然後把俄國打成衰敗了 變成這個狀況 沒有鋪天蓋地 一次就把拿下了 很簡單 你的國力夠不夠 軍力夠不夠 俄羅斯不是很厲害 戰鬥民主 北極熊 那現在怎麼變成了北極貓 變成這個狀況 我常跟很多人在聊這個話題就是 很多人說俄羅斯不是戰鬥民主嗎 我說我戰鬥民主分兩種 一種是會戰鬥 一種是愛戰鬥 但是會打架跟愛打架是兩碼子式 因為我們從俄羅斯的歷史來看 我們深深地覺得一點就是 其實俄國對外戰爭很少贏 如果贏也不是他獨立贏 可能有盟友有什麼的 OK 但是你去打他 你也很難贏 因為國家太大 大家去打俄羅斯 俄羅斯從頭到尾就是一個戰術 兼幣親野 等冬天來你就受不了了 所以我們說縱觀歷史 真的把俄羅斯打下來的 其實就是蒙古人 為什麼 蒙古人騎馬 他速度夠快 那這一次這一場 俄乌戰爭打到現在 白俄羅斯介入調停了 你覺得功用大嗎 因為目前來看 瓦格納傭兵團的那個普利格金 現在去白俄羅斯了 所以有人說最大的受益者 是白俄羅斯的總統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認為盧卡申科在這一方面 在政治的手腕是比較利索的 因為盧卡申的老大哥就是普廷 他要靠他 那這一次的話 這次他立了功 把他摸摸頭 然後請過來 這個就落幕了 這個瓦格納傭兵距離莫斯科 將近一千公里 他前進了 500公里 對 前進了停止 因為現在普廷他委屈求全了 不審判 不審判普利格軍了 所有的瓦格納傭兵通通無罪 沒有刑事罪 通通回到岩崗位 你看這個是多大的 普廷民主交叉路邊 對 完全嘛 他大輸家嘛 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盧卡申科在介入調停之後 調停得非常成功 這樣子的話 不然叫普廷欠了盧卡申科 一些情 對 變成白俄羅斯在這方面的角色 變吃重 那白俄羅斯今天 他今天我們知道 他依附在俄羅斯 普廷之下 普廷之下 他在這方面 他的角色變成動盡觀戰 但是我們現在看俄乌戰爭 俄乌戰爭 能不能談判 要不要談判 不是由兩個國家做決定 是由美國 美國要不要 烏克蘭接受跟俄羅斯來談 因為到現在為止 美國沒有點頭就不可以 美國認為要繼續打 這符合美國國家利益 拖垮俄羅斯嘛 當然是這樣 他一定要這樣 美國 因為現在烏克蘭有三件事 是抓在美國手上 哪三件 第一件事情 將來戰後重建要6000億美元以上 這是最保守的估計 全世界哪個國家有那麼多錢 誰能夠拿得出來 那只有美國 第二個 將來要跟俄羅斯談判的 誰能夠在後面幫烏克蘭背書 挺烏克蘭的 全世界也只有美國 法國 德國 義大利 英國 那算是老二 那還微不足道 第三個 將來 折倫斯基的生命會受到危險 談判完畢之後 這些 烏克蘭人 有沒有積極分子 你為什麼要接受談判 我們可以打 你為什麼要接受核彈 大概全世界能夠保障 折倫斯基家人安全的 也只有美國 你三件事情都抓在美國手上 好 那現在這個俄羅斯跟烏克蘭 兩個完全不信任 沒有互信怎麼談判 俄羅斯講就現狀談判 我現在佔領了12萬平方公里 就現狀談判 就現狀 維持現狀 都不要動 烏克蘭說維持 恢復原杖談判 一個維持現狀 一個是恢復原狀 恢復原狀就用12萬平方公里 從中撤出去 俄羅斯會接受嗎 現狀談判 現況談判 烏克蘭會接受嗎 它變成整個是 整個世界變成賣國賊 誰敢談 好 現狀跟非復原狀都不懂 可能談嗎 不可能 那就是這個狀況 但是烏克蘭現在有反攻 收了啊 收了 這西方媒體說收復了120平方公里 我認為烏克蘭要有三大指標 才能說是贏啊 春季大反攻沒有 你現在夏季大反攻 夏季大反攻也不會有成果 我判斷出來了 西方國家怎麼講 這是西方國家的事情 但是都按照我所預測的劇本 到現在為止是這樣子啊 第一個 你有沒有收復1萬平方公里 沒有 沒有 你12萬丟掉 你收過1萬 城市壯大了 我收回來1萬 沒有 第二個 你占我12萬 好 你占我12萬 我攻入你俄羅斯12萬 不可能 美國不可能要打軍俄羅斯啊 那就不可能了嘛 你占我12萬 你打你的 我也打我的 我也占你12萬 這個什麼 這是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這個城市 國家728平方公里 你打我新加坡 新加坡有沒有假想敵 馬來西亞 有 有沒有人假想敵印尼 他說都不是 我沒有假想敵 你問新加坡的軍人 我常常跟他們講 他說說你如果打到我 那我就讓你 他說我打到你的地方去 你占我700 我占你7000 是這樣 所以你看96年那時候 台海飛彈危機的時候 我們的天工飛彈就升級嘛 對 增加射程嘛 對 我們最少有反擊的能力嘛 要有這個積極的作為 是 好 那你12萬沒有辦法 就是你收復1萬平方公里 你力有未待 你12萬 佔你12萬 那我佔你12萬 你打你12萬 你要你要你的12萬 那你還我12萬 大家打拼 第三個非常關鍵的 就是北約加入 喔 北約加入就不得了了 北約31個國家 是 美國加拿大加上這個 歐洲的這些 29個國家 31個國家 那加起來那不得了 世界大戰 世界大戰嘛 那叫做核彈嘛 薩爾姆特或者是匕首 原點都出來了 會有這個樣子 那大家不願意加入 因為怕 因為大家是打核戰 靠國土面積 俄羅斯1千7百萬平方攻擊 耐打 我不怕 我美術又多 要玩大家一起玩 要死大家一起死 所以大家 原點上不加入 這三件事要有一件事情 成立 但是都沒有 那都沒有對歐克蘭來講是不利的 換句話說 不然有戰果 是有零星戰果 是有攻略一些村莊 但是你對整個大戰略來看 沒有決定性的勝戰 沒有辦法決定性 那你這樣想說 你是烏克蘭會勝利嗎 我認為對烏克蘭來講 打下去之後 烏克蘭損兵折將 到現在進來的 你看看 包括德國的爆二 坦克給他 英國的挑戰者 坦克給他 包括美國的 我們講的布萊德雷 就是M2 給他 變成雜牌軍 每個炮彈口徑不一樣 有的是光塘炮 有的是華塘炮 都不一樣 而且訓練 倉促訓練 那戰略又是雜牌軍 你怎麼樣去發揮 會造成困難 會有戰力 但是零星戰力 沒有總體戰力 那這樣打仗 也是會吃虧的 那這樣換句話說 又沒有空拳 你看到現在 會打了一年四個多月 有沒有化為近航區 一年是我拜託你化到近航區 俄羅斯所有的 飛機都不能起飛到 烏克蘭領土 這樣的話 我最起碼 來自於空中的威脅 是會不再 要立刻處理 對 我立刻處理 對 稍微北約就搞了 我空中的交給你 你現在看 整個烏克蘭 沒有一架國際民航機 已經被打掉了 那不算 我已經是戰區了 你知道我農曆年 去美國演講 然後去美國兩個禮拜 巡迴演講兩個禮拜 我們要回來 從紐約飛 桃園飛紐約 紐約飛桃園這樣 正常來講 紐約飛桃園 是16個小時 桃園飛紐約是14個小時 飛回來16個小時 我們那天飛了19個小時 為什麼 俄乌戰爭在一起 是 就繞到 對 就繞到 對 所以他們那邊 也沒有化近航區 然後雙方目前看起來 不管是俄羅斯 還是烏克蘭 都沒有取得一場 關鍵性的戰果 對 比如說我們說像 當年美國獨立戰爭 人家最好薩拉托加大捷 整個局勢開始逆轉 對 他們也沒有 那趙將軍你看這場戰爭 到底要搞到什麼時候 因為你知道打仗最怕的 不是殲滅戰 而是曠日費時的持久戰 大家就在前線 你說一戰為什麼 一戰為什麼打到那麼累 因為壕溝戰 一道又一道的壕溝 二戰也是打到 一道又一道的壕溝 然後你過不來 我也過不去 大家撐在那邊 也沒有樓梯下 以將軍你這樣從軍 加上人生經驗 一夾子來看 對 這場戰爭到底要什麼時候 才是個頭 我跟你講 我們對烏克蘭亞 烏克蘭的壓力會比較大 為什麼戰爭在我這邊打 都殘破了 巴赫姆特現在沒有一棟房子 沒有一塊玻璃 所有建築 一片廢墟 對烏克蘭亞的壓力 是算是比較的 因為仗在我家打 死的是我的老百姓 但是對俄羅斯來看 反正在你家打嘛 那打多著打就久 你越打越慘越爛 水庫也炸了 到時候核電廠 到時候也核能 這個輻射層也外洩了 變成這樣子 那換句話 在俄羅斯來看 俄羅斯打得不漂亮 但俄羅斯相對的壓力比較輕 但是問題是俄羅斯面對的是國際的壓力 國際大家都制裁 人員制裁有什麼 但他找到出口找到印度跟中國大陸 還有北韓 北韓現在像俄羅斯買天然機跟石油 是變成這個樣 那換句話 對俄國來看 他是國力 國力 國運 但是對軍事上影響不大 但是對整個烏克蘭來看 生死存亡 是 因為這樣在他家裡打 將來怎麼辦 烏克蘭現在的國土的面積 17萬平方公里 他總共是60萬3000平方公里 但是有17萬平方公里現在壓 通通被西方人拿走了 因為你有武器 貸款 你什麼都沒有 你工廠都沒有 設備都沒有了 土地吧 你看看 我的國土12萬 被俄羅斯占去了 17萬 被西方國家抵押了 等於少了一半 我現在還有哪些資本 還有哪些 現在烏克蘭很可憐 好 那現在大家看誰撐得久 撐得久看誰 是國防潛力 國家潛力 那國防潛力 國家潛力 還是俄羅斯 可是這樣就 所以這出了一個 我們知道的 這一個 這個普里格軍 普里格軍只是個小問題 查湖內的風暴 大家看得很嚴重 我認為是不是馬上就平息了 他們有這方面 36個小時 36個小時 通通停止了 不帶前進了 不秦亡了 不清軍策了 結束了 你也不審判我了 本來不是審判 這是大事情 是啊 你看看 兵變耶 兵變以前的時候 你看看那個張學長跟楊武成 張學長終身監禁 楊武成 楊武成滿門操展啊 對 滿門操展 你看那個照片 我讓你看到沒有 全死得好慘 那個台灣也發生過兵變啊 60年代那個湖口兵變啊 那個對啊 趙永華 對啊 然後那個誰 對 蔣偉國就被流放啊 對 你看嚴不嚴重 結果俄羅斯欺奈是怎麼樣 好像沒事耶 委屈求全 粉絲太原 非公屈欺 然後就結束了嘛 有沒有去追訴 沒有了 沒無罪了 然後他在那邊這樣 也算是 我們講難聽也是流放 你講好聽點 他在那個白俄羅斯那邊度假 那你覺得他有沒有嚇到普丁 普丁可嚇大了 那今天打最大的 我們講的就是邵宇谷跟普丁 但是在這整個戰局來看 畢竟到時候是火力優勢 火力優勢的話 目前來看 如果西方國家不加入 剛剛講過第三個 就是西方國家加入 因為啦 烏克蘭可以撐到現在 也就是西方國家在後面幫忙嘛 對 協助啊 西方國家提供火力 西方國家提供情報 但是你如果西方國家不提供兵力 那你這樣的話 還是效果有限啊 我希望的是兵力啊 所以澤倫斯基為什麼很著急 你看他把火力用的 所有的武器都給你 他說不夠 可是將軍 你不覺得澤倫斯基真的很厲害嗎 他在這個國際上這一方面 因為他是演員出身 是 他算是讀法律系 但是演員出身 因為你知道像 我們回想到去年二月 俄烏戰爭爆發的時候 美國有叫澤倫斯基跑嘛 澤倫斯基不跑嘛 他說我現在需要 不是一張單程車票嘛 我需要的是子彈嘛 我需要的是砲彈嘛 我認為他這個不錯 對 然後那時候網路很多標語就出來了嘛 就是很多人在講和平嘛 俄羅斯把槍放下就和平了 烏克蘭把槍放下就沒有烏克蘭了 那現在雙方都有僱傭兵 對 那你覺得烏克蘭的僱傭兵能打嗎 烏克蘭的他是國際志願軍 國際志願軍嘛 國際志願軍 那本來國際志願軍將近到頂峰13萬人 現在國際志願軍在烏克蘭只有3000人 國際志願軍我們知道以前 還有英國 現在也有傭兵 法國的傭兵最出名 法國有10個團的傭兵 英國的傭兵打過英阿福克蘭群島戰爭 傭兵都上陣的 是有這樣子的 但是他是國際志願軍 國際志願軍 我們知道我們有一個原住民叫曾勝光 還有幾個年輕人 在那邊陣亡 對 陣亡 在那邊他們頒了這個原住民獎章 一等的原住民獎章給他 我認為也是對他這個 一種肯定 一種肯定 對 他還有幾個年輕人 但都離開了 為什麼 因為語言不通 第二個 火力不濟 因為他指揮有問題 因為你怎麼指揮 你要語言溝通啊 然後彼此要搭配 要默契 我們要打仗打默契 就知道了 但是你知道什麼意思 你聽不懂 我們飛行的時候要比手勢 我們空中的時候 根本不用無線電 比這樣 比這樣子就知道意思了 因為我們都知道 這個就是 把它右梯隊變成左梯隊 變換隊形 這樣一比 原來就是 你到前面當掌機 或者是要比一個這樣 這個是換波道 都很知道 都有默契 那今天 我們語言不同國籍 你聽我 我聽你 我不服你 你也不服我 就比較難指揮 所以國際資源軍是雜牌軍 然後又是武器 又不一樣的武器 規格也不一樣 英國德國不一樣 所以有的人就離開了 是這個樣 那這樣子 國際資源軍 數量減少了 發揮的力量有限 最後面 還是回到烏克蘭 但是烏克蘭已經動員13次了 對 我還有什麼動員可以動 累了 我還有什麼多少動員 所以俄羅斯也看到這一點 他們兩個到現在為止 沒有相互宣戰 你看特別軍事行動有沒有說 現在開戰了我們烏克蘭戰爭 烏克蘭戰爭是我們定義 什麼叫戰爭 死亡超過1000人就是戰爭 他早就超過了 早就超過了 好 這是戰爭 但有沒有互相宣戰 沒有 特別軍事行動 那我只是抵禦你特別軍事行動 八年抗戰也是這樣搞的啊 一直到通襲珍珠港嘛 通襲珍珠港之後 蔣介石才宣戰嘛 因為那時候不贏 那時候如果 我自己上課 玄長問我啊 老師 為什麼叫抗戰 我說抗戰呢 就是你打我 我反抗 但是我們之前簽的合約一樣有用 然後也不是全面性的 就是保持一個可以談判的空間 對 我說蔣介石被打為什麼不宣戰 不敢啊 宣戰亡國怎麼辦 你那時候拿個西瓜跟人家打啊 對 亡國怎麼辦 那是還好因為日軍 就是可能嗑藥或卡到陰 他沒事去偷襲珍珠港嘛 對 他偷襲珍珠港 第一個最開心的是誰 這個都有記錄的 最開心的是誰 是邱吉爾 邱吉爾日記裡面寫的嘛 我今天從廣播聽到了 日軍偷襲珍珠港的消息 我倒了一杯紅酒 點了一根雪茄 我終於可以好好睡一覺了 現在烏克蘭也是這樣子啊 就是也沒有宣戰啊 然後雙方卡在那邊啊 那到底 我們還是回到剛才那個問題嘛 到底什麼時候是個頭 普丁現在軍隊也撤不回來啊 我撤回來 我普丁民主教授落地啊 對啊 我的 我心撒謊呢 對啊 現在變成講話沙啞了呢 對啊 所以我跟你講 我們不以成敗論英雄 我認為責任司機 雖然在戰略上是錯誤的 但是他的精神上 他的領導上 他的風範上 我認為 這是可以肯定的 我們看高度非常高 我們看看 我們看阿富汗 阿富汗總統嘛 甘寧有沒有 就跑了 一跑之後 一個禮拜 就馬上兵敗五三島 兵敗五三島 馬上跑掉 當年南越也是這樣啊 首領就是這樣 首領絕對不能走 你一走之後 那我們聽誰的 群人無首 大家就 你都跑了我還打什麼 是不是 你跑了 蔣介石 抗戰也沒跑 沒跑 就是這樣子 你不能跑 你不跑去 大家就去跟你拼 我們就遷都到重慶 對重慶 這是對的 你看看 包含 不是因為他夠大 他可以遷都到重慶 沒有 還有西藏 還有新疆 還有西藏 這是對的 你說最後日本發動 一號作戰的時候 要遷到西藏 你知道啊 所以你剛剛講 是美國人不准他遷 所以你剛剛講的 戰略軸線 由北向南 我們就要從北宋打到南宋 是 你知道 胡人 秋高木馬 胡人南下 都很會打 讓他騎馬 剛剛你講的 我們這個負兵 他是祭兵啊 怎麼打 所以 那可以 我們游 長江 游東信 你就不能逆 逆的打 我一打越高 那換掉我是居高零俠 這個是對的 好 那我們現在講回到責任司機 責任司機 第一個他沒跑 我認為這個 光這一點 就重要 你國家領導人 你沒有帶黃金 他如果要帶錢的話 幾千萬幾百 幾億的美金就跑掉了 要多少有多少 要多少有多少 還不用開發票 對不對 你看看網民上跑哪裡去 你看看那個甘尼 阿富汗中跑哪裡去 是不是那會過非常快樂 人後半生 對不對 當然美國也是這樣建議講介石的 但是你看看 他如果這樣做下去 是不是幫助 所以我認為 我們不要以財財論英雄 今天烏克蘭打到最後面 雖然我們知道是 這個彈盡約絕 到最後面 是會要擱一些土地 因為老共有講你要擱一些 西方國家也講 但是他說不要 那不要就繼續打嘛 打到最後 你到最後 我們只要行事比人強 是 到最後你是不是要接受 我就一直站在那邊 因為四個州已經獨立了 都已經被俄羅斯 都變成俄羅斯的小樓羅了嘛 那你這樣你要不要接受 那是要接受 你連克林米亞也沒有辦法收回來 當然你有些戰國 你炸克林米亞大橋 炸克制大橋 你可以有一些收復一些村莊 但是剛剛跟呂大師所講的 沒有決定性的戰國 你沒有戰略成果 有些戰略 戰術上的這些小成果 那是沒辦法累積大戰略 所以我們來這樣子來看 澤洛斯基的精神是要肯定 但是他當初的時候 戰略 政略錯誤 要以俄羅斯為敵 在西方國家 你沒有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狀況之下 你以俄羅斯為敵 或者是 像俄羅斯在這邊 恐嚇相嚴的時候 你硬要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沒有虛於偉宜 等到普丁這種人下台之後再說 沒有看過整個顧好整個衡量 虛衡國際的現實的狀況 你就黯然被俄羅斯所出兵教訓 在這個狀況 大戰略錯了 但是問題是你顧守你的國家 這是正確的 所以我們一馬歸一馬 發動戰爭的話 這個責任是有一個很大的責任 當初的時候 你的確面對以小勢大有智慧 對 你不是靠著 打仗是不一樣的 打仗對敵人仁慈是對自己殘忍 瓦格納傭兵就是這個信條 對敵人仁慈是對自己殘忍 那我比你還殘忍 那就贏了 瓦格納傭兵是這樣的 他這個信條就是這個 江俊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有沒有跟傭兵接觸過 沒有 我都跟軍人接觸過傭兵 比如說你們可能出國參訪的時候 有沒有接觸過傭兵 沒有 都是正規軍 都是正規軍 他們軍人 我到中南美 到上交都是正規軍 他們都訓練 因為養傭兵要錢 傭兵他要的要錢 那傭兵如果這樣打仗打起來 會不會去賣命 你給他多少錢他賣多少命 那有沒有像傭兵 不會來捅自己的組織的 那你要這樣來看的話 因為你知道嗎 美國傭兵的 美國叫黑水組織 你知道嗎 我們等一下要來討論會黑水 就是我們就舉個簡單的 就像 比如說人家欠了我一筆錢 要怎麼辦 要不回來嘛 我就找黑水組織 找黑水組織 比如說他欠我三千萬 然後黑水組織 他就拿了一張三千萬的本票 那個人簽了回來 我去哪裡找這個人 然後他拿那三千萬回來 我該給的錢 我還是得給 我不給 換黑水組織 有沒有那種傭兵反水的 那個 那個 我認為不能完完全全否定 傭兵 看你哪邊給他給的多 他是以前 所以大家後來來競價 他是為了 對 他是為了錢來打算 你給他多少 他就賣多少 那如果說這樣算下來 因為法國的傭兵也是舉世文明 對 然後現在俄國的瓦杜拉傭兵團 剛才那個將軍提到 美國的黑水 美國黑水 美國黑水 他是特務軍人 你歡迎要加入 我可以告訴你 你到美國國防大學 還有你到美國CNN 你去看過 我到美國CNN 他上面就是 我們知道就是黑水 為什麼 他上面寫的安全 就是安 我們講的保全 保全 拿的就是槍 拿的卡冰槍 以前我也是打卡冰槍 就是卡冰槍 而且還有彈的 是個女的 是安全 不是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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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人 黑水 我們知道在伊拉克戰爭 還有波灣戰爭 黑水都有上去 是 那黑水的話 他是算 就算是傭兵的一種 你要自由加入 你就自由加入吧 但是我也看過 我到美國的軍艦上 我也參觀過 我一看美國軍艦 怎麼會有東南亞的人 我一看富士就知道 最可能東南亞的人 因為美國招募也有些困難 美國這種流退 我們叫做離退率也高 他就招這些 為什麼 我當了兩年之後 我就有國籍 是 老白了 我現在要的是國籍 要不然的話 美國有兩千多萬 是沒有身份的 對 他們非常多 好 那我加入 我就跟你簽 那超過兩年之後 那我簽一次四年 又有錢 又有待遇 待遇也可以 也不是很 很 很 總統你在控點那家好啊 對 總比那個 我們講的街友 洪磊是好 是 對 加入 一加入我一看 美國很簡單 美國做完這件事情 按照SOP 按照這個時候 我一看他們每一個人 巨軍會審都在那邊做演習 都在做圖上兵推 我在仔細看 然後我看到這些都是東南亞的人 在裡面 但是他軍官在那邊 因為這些瑣碎的事情 軍官不要去做 那這些去做就可以了 軍官負責指揮 負責火力 火力分配 美國是這樣 是要強大 因為有些東西 不要那麼高檔的人 去做那麼低檔的事情 是這樣 安全 也是 黑水也是 這些東西 我不要海軍團隊 美國海軍團隊很會打仗的 很厲害 交給他就行了 守個橋 交給他 我不要海軍團隊 海軍團隊是高將 我叫黑水去守就行 好 那我海軍團隊專門做重要的攻略 是這個樣 所以美國你再注意看 他就是一個企業的精神 簡單的交給低價的做就行了 連軍隊都資本主義 軍隊也是這個樣 我一看那幾個 因為那些都是數物的 我看到在船上那個 船上拖地的那個 我又知道你跟我們所看到的移工 移工 一樣 我一看要船上拖地 但是我們也沒辦法做記錄 為什麼 你的手機 你的相機通通被收 因為你在參觀 美國這方面的管制 美國對保密的管制 做得比我們台灣還好很多 當然 是這個樣 當然 你的學長都跑到對岸去聽訊了 保個什麼蜜啊 所以我們這樣一看之後 我在現場一看 那個黑水 就跟你講也算是僱傭病的意思 只是美國在這一方面 做得很好 美國 你知道美國它是企業 美國任何經營都是企業經營 包含黑水也是企業經營 所以它發揮得不錯 但是黑水也犧牲了一些 那大家按了契約 一條命多少錢 那將軍我最後問個問題 就是 照你自己從軍這麼多年 然後也分析過那麼資料 而且永遠的第一名 謝謝 謝謝 同學 如果它發生弄成這樣子 你覺得對於中國想對台灣動手的機率 或者是意願 或者是意圖 是變高還是變低 我認為變低 變低 為什麼我們知道 中共武統台灣會成功 但是整個國運衰敗了 你要不要 中共武統台灣會成功 武統台灣開玩笑 國際會不會 會不會對它做一個非常嚴厲的 比俄羅斯還嚴厲的制裁 中共現在有3.2兆的外匯存體 是不是 要不要凍結 要不要沒收 是 中共現在還有8千億的 美國擁有美國國債 是全世界最多的 要不要沒收 中共那麼大 還不要忘了 中共很多高官 錢都在美國啊 我跟你講這個都是機密 不過人 這沒有機密 希拉蕊都講過嘛 我現在跟你講 那個仗冊啊 美國清清楚楚 但是 你希拉蕊講的嘛 對 很清楚 他說中美之間會不會發生 希拉蕊說不會啦 為什麼 他們錢都在我們這裡啊 高官的子弟也都在我們這裡啊 通通都在我們這裡啊 他打什麼 短板在那邊 你說會不會 所以他要動武 是不是國運的衰敗開始 那我現在不要對台灣動武 我強調要合同 那合同要多久 我們等等看 但是我們不動武 我們繼續享受我們的權位 享受我們的國運 好事還不好 你要選哪一個 我當然選這一個啊 我們現在不是就是很棒嗎 大家過了很好的日子嗎 對不對 你在美國在什麼 那是你嘛 大家 我們講到相安無事嘛 心照不宣嘛 是不是 然後我們 我們是不是享受這些權位 我們九千萬個黨員 是不是享受這些權勢 那是不是很好 好一動武之後 我們面臨八大風險都要來 經濟的風險 糧食的風險 能源的風險 維穩的風險 太多風險了啦 我會睡不好 你就跟你剛剛講的 普林在睡不好 那個邱吉爾 在1940年 就是1941年 就是民國30年 12月8號以前 偷襲珍珠總 但是12月8號那一晚上 睡得很好 睡得很好 抽血加來喝咖啡 紅酒 然後給自己加菜 那你要不要就過這個日子 當然過這個日子嘛 人會 我跟你講 人很聰明的啦 那將軍 最後我們再追加問一個問題 你覺得 兩岸之間 會不會真的發生 所謂的 嚴重的軍事衝突 也就是戰爭 我認為小衝突不要避免 小衝突 不會避免 大的衝突 我認為 這種制約的條件 客觀環境的制約 太多了 是 所以大的衝突不會有 因為這些都會有動作 你是不是要 要這個情報動員 是不是要做軍事動員 後備動員 醫療動員 外腰動員 通道做有八大動員 而且現在滿天都是衛星 很清楚的 你軍隊集結 我們都知道了 所有人都要認為 但是我們今天 有一個好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天天都在關心 這些軍國大事 這就是好事了 你在討論軍國大事 就是表示你看到的這些現象 最怕甚至你沒有看到 你看到了 OK的 我們知道你開車或什麼 晚上下樓梯你這邊關燈 你沒有看到那個街 其實下面 你突然踏空你還會跌倒 因為你沒有看到 只是一街而已 但是你如果看到了 那就安全了 沒錯 所以我們來討論問題 來看這些問題 這就是安全的事情 哪一天我們默不關心了 那我認為這就不好 問題才大 就出來了 問題就沒有看到這些問題 沒看到問題 風險就藏在這個問題 你沒看到的地方 是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 將軍來到我們現場 其實俄烏戰爭打到現在 打了一年多 那一開始咧 很多人都在唱衰烏克蘭 覺得這個就是三五天的事情 責任司機不管是被捕 還是被殺 還是逃亡 但是戰爭打到現在咧 我們當然相信很多人可能 他早就預料到說這場戰爭 他絕對不是三五天 但是他到底什麼時候會結束 那不能用拭目以待 我們希望和平早日歸來 那非常感謝各位觀眾的收看 也非常謝謝將軍來到我們現場 謝謝主持人 謝謝心中朋友 我們其有此理 下次見 拜拜 再見 再見